好,來 眼睛只有,沒關係,台湾 可是講能量,今天那天流行講能量 包括能量英雄,你的課子精華 你講的,能量是什麼東西? 能量是個工具而已 是誰在使用這個能量 能量怎麼發揮功能? 它靠的是信息 它背後還有東西 對,所以信息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 這是房間一般,他們沒有那麼強調的 聽你的課,我們就很清楚了嗎? 架子彈自己,這可以解釋 就是在物質和能量的背後 還有一個操作 它是老闆 它是真正的操作 它是老闆 看不見 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是無形控制有形 所以有些類的東西它都是無形 您的書上分析的太經典了 你把它的來龍去脈 它的層次,它的形式交代的太久了 這是我們普通接觸不到的 我們沒辦法理解的 所以聽你一堂課 誒,聖都十年書 真的,真的 因為這個問題啊,你知道嗎? 我思考了幾年三十年 是啊 所以你這個下了死功夫 還是功夫非常大 我曾經,你看幾乎來 物質和能量 時間、空間這四個量 大概用到二十年時間我來思考 這個宇宙界究竟是什麼是物質這個概念 什麼是能量這個概念 究竟是什麼時間的概念 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 什麼叫空間 我也問很多老師 老師都覺得你問得很奇怪 時間 對 因為無解 這麼多年都無解 是啊 所以你這個問題 他覺得 和他們的那個 所思考的 那個境界不一樣 可能就 真的 沒辦法 我就會呢 就是 喜歡 愛好這個東西 實際上就是 我有兩個愛好 一個愛好整學 一個愛好太子圈 嗯 嗯 所以說愛好的東西 就是 你在那個 抽象思維裡面 去思考的問題 它是一個享受 嗯 哎 其實思維啊 它有兩個特點 一個叫形象思維 一個叫抽象思維 你看 設計建築 啊 這些這個 建築設計師 它都是一些形象思維大講 但是你覺得我去搞這個 我想不出來 還有這個樓啊 該怎麼樣 但是抽象思維的東西 就說看不見的東西 你怎麼去想它 嗯 更難了 但是我的特點 就喜歡去想這些抽象子 啊 那個電磁波 他啊 他怎麼想的話 那個電磁波 啊 那個原子啊 哇 他賣的原子 然後你去鬼道 他怎麼跳那條戲 然後 施縫衣衣衣衣衣衣的樣子出來 人家就喜歡思考這個東西 嗯 這就是抽象思維 那麼思考這個東西呢 它慢慢呢 它就 一點一點一點點 它就形成了一個程序 所以說在我那邊 什麼都知道 就是說 其實思維啊 啊 它是一個 它是個常識 就像軟體常識的樣子 啊 那麼這個東西是慢慢寫進去的 嗯 而且寫進去過程裡頭 還不斷的修正 嗯 你這個軟體寫進去 你再修改 改 然後再upgrade啊 嗯 然後你去 哎這個軟體弄出的東西 好像說這個結論和實際有差別啊 或者和別人的理論 然後一比較不 它不完善呢 你去慢慢慢慢去修改 所以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個比較相對的 穩定的 然後能夠解釋很多現實現象的 這樣一個軟體的 也就是所謂的 哎 有這樣一個意識 那麼這個意識的話 我 我的東西 有一個特點 為什麼會突破 就是我不是經驗 我不是經驗學派 嗯 我不是經驗 不是經驗 就是不是在大學裡邊 不是學院派 學院派 學院派 還有他的盲點 盲點還很大 哎 我不是學院派 就是說 用個形象的來比喻呢 說我的哲學 是從皮肉當中熬出來的 應該這麼說吧 您大概是實戰派 實證實證 啊 現在不是講醫學 講實證醫學 是是是 你這個哲學是實證證 對 你研究的生命的現象啊 是完全實證的 對 所以為什麼我能和現實地 活生生的生命 活生生的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 因為我是從這裡頭提出來的 嗯 我不是從書本裡頭 看這個看那個 然後怎麼樣 我去 啊 去把它拼圖在一起 就說 我的研究室在哪裡 是我的真子 嗯 我的 我的對象就是 我的病人 我同時他也是我的老師 對 我從他們身上 不斷地吸取 用我的觀點 我去衡量他們 去解釋給他們聽 哎 他們會給我一些反饋的東西 我不斷地修正 那麼 慢慢地提取 慢慢地提取 慢慢地深化 哎 我就形成了一個 他們既能聽懂的語言 而且又能夠表達得比較深刻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 這為什麼叫做深入淺出呢 深 我能深入到物質 能量 信息 時間空間 這五個基石 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在整個的自然界裡邊 在科學裡邊 在這五個基本概念後面 再沒有什麼可認識 用馬斯 恩格斯這句話講 這是一個終極的認識 深深到最根了 嗯 而且 他潛到了和生命的三個基礎 有種活動 嗯 混在一起 就是你要吃 你要睡 你要不洗 你不能再淺了 再淺他就沒辦法味 那就是說 深入淺出 在這個區間裡邊 哎 好了 那麼我們 為什麼這個理論呢 他有他的這個實踐性 就是說 我不僅很深刻 但是我在生活裡頭可操作起來 可操 而且這個操作呢 就變成了 如此的簡單的東西 嗯 你看物質流裡邊 那外國就是 那是個牌啊 那就是物質流啊 啊 你身上的物質裡 這個這些成分哪來的 是從你吃進來的 對你吃進去 啊 那麼古人講呢 這叫 就是 納地氣 所謂的糧食 不是全部都從地上出來的 嗯 啊 所以那是地氣化出來的 嗯 那麼說能量流是什麼呢 就是呼吸啊 氧氣氧化反應啊 燃燒啊 升起是一個慢燃燒過程啊 那麼他這個 這個氧氣是天上來的 這古人說 西天氣 那地氣 聚而成形 嗯 但是古人沒有說清楚啊 天地之氣聚而成形的背後 他有個信息在整合他 沒有這個整合 天地之氣 他是沒有秩序的 他不能成形的 啊 那麼這就是說 哎 我們說 古人也認識到 是物質和能量相結合的一個慘 啊 他表達的語言不同 那麼的話 從這個啊 西方醫學 他本身這個醫學 他的體系 他是從兩個切入點進去的 第一個是細胞學 第二個解剖學 這是西方醫學的根 他的邏輯基點 那麼他從細胞學切入以後 他往深處 上微觀的深度去發展 搞了分子 搞了機 層層打破 然後去探索 究竟啊 組成這些基本元素的底下還有什麼東西 那實際上就是一個分解還原論 就是在西方哲學裡邊 他認為這個世界 他總是有一個最基本最基本的那個那個單位 這個單位我找到了我把它弄清楚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重新組合起來 就把整個的世界就搞清楚 那麼實際上 首先就是分解 把分解成小部分小部分小部分 長層分 分到最後不能再分了 好那就是終極了 終極然後我就把它合起來 那麼這叫還原 這就是分解還原論 那麼在當時的科學 在這一方面的確它起到了非常 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因為世界是個非常複雜的 你只有把這個複雜的系統 把它分成一部分一部分來研究 才能夠深入下去 要否則的話 你把整個的圖面全拿來 沒有那個認識的意義 所以科學 什麼叫科學 是分科的學問 分科研究的學問 科學 科學就是分解 就是分科 把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分都了解清楚了 最後把它整合起來 但是我們現在的科學呢 往往就走入了一個極端 越分越細 越分細 結果回不來了 對 它沒有辦法回頭整合 就是這個還原的部分 它還原不回來了 尤其是在認識論方面呢 它沒有認識到一個更根本的東西 說這個世界啊 它實際上分了兩大系統 一個系統呢 叫做非生命系統 另一個系統叫做生命系統 這兩大系統是 極然不同的規律 那麼現在呢 在科學的領域裡面 首先呢 它的基本的哲學 是靠著四個量 物質 能量 時間 空間 這個四個基石 推導出了物理學 化學的所有的概念 那麼建立起了物理學 和化學的整個科學大廈 那麼再進一步再分 分成工程學了 分成什麼航天學了 分成什麼材料學了 它們越分越細 那麼這些東西研究的都是 非生命體系 非生命系統 而在分生命系統裡邊 這四個量 已經足夠表達了 所以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這個成功中就表現了 什麼的就是 它可以控制航天飛機 到月球飛來飛去 但是 用這樣一個理論 並成功 把它移植到生物學裡邊 去面臨許多混亂 就 簡單的來講 現在科學發展到這個程度 它可以製造一個航天飛機 但是它造不出一個小螞蟻 一個非常簡單的生命體 它造不出來 那麼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說明 它裡邊不是不想造它 是造不出來的 這理論根本還有問題 甚至呢 連生命的定義 它定義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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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定義不出來 就是 發不出生命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發不出來 那麼由現在的物理學和化學 對這些物質層面和能量層面的認識 可以說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說一個分子它怎麼運動 一個原子它怎麼運動 原子核裡面有什麼 它們的能量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描述的很清楚 但是 從這個角度出發 來描述生命 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 把生命歸為了一堆分子的運動 這個運動也是說 一堆分子的物質和能量的運動 但是和實際的生命好像總是有差距 就是好像是勉強還勉強 不是那麼乾脆的利索 不是那麼徹底 所以在這方面呢 都困擾困擾整個的科學界和這個這個啊 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 為什麼在近十幾年代啊 幾十年代開展了生命科學的研究 就覺得在這方面的話 我們就是沒有認識情質的 嗯 所以開展 但是現在呢 就有一個平靜 就障礙著它 為什麼把科學的最先進的理論 最現代化的手段 都引入進來了 但是對生命好像是 還就是搞不清楚 現在即使對基因都搞清楚了 但是對生命好像還是搞不大清楚 但是在這裡面 尤其是生物生 這個分子生物學 把基因搞清楚以後 它已經為這個醫學的突破 奠定了鋪平了道 其實我總結這些東西 都不是我自己 我不是我自己做實驗做出來的 分子生物學的東西 都是科學家 他做實驗做出來的 只不過他們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整合這些概念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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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他們為什麼長期以來 信息這個基本概念 大家不是不清楚 大家不是沒接觸到 但是被長期的忽略掉 那麼對他也有認識 但是只是認識到 它是一個信息的層面 僅僅是一個信號的層面 就是message的層面 他沒有認識到 它是一個悟性的層面 這是一個根本的一個誤取 小看了那個 關鍵重要 原因是什麼原因呢 由於啊 信息它有一個特性 它有送 它有送送性 這送送性 這送送性是什麼呢 它有硬體的層性 它有軟體的層性 那麼它的硬體的層性呢 掩蓋它的軟體層性 都以為啊 它是物能的一個表現而已 你比方說 我們現在無線電波 是個信息 但是認別的 它是 它是 它是能量波啊 它是某人造出來的 它是能量波啊 有限的東西 就是它 所以它就把它當著能量 來看待 嗯嗯嗯嗯 啊 那麼磁場 也是看不到的東西 磁場它也是一股能量啊 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形 長期被人民忽略掉了 把它們當作是什麼呢 就是啊 能量就是 呃 就是這個電磁場 它就是一個能量啊 啊 掩蓋住了 那麼再形象的比喻是什麼 你比方說我們在研究一個 一個汽車 好在公司公路上 你只看到啊 研究到這部車啊 它有多大啊 然後速度多快 但是沒有看到原來 躲在車子裡邊還有一個人 在操作它 在人的背後 還有一個意識在操作它 是 原來那個東西是根本 沒有那個東西 這車子就會翻車 它就會亂掉 您的比喻很好 哎 車子好像是 物質 哎 那個駕駛人呢 那個好像是能量 哎 可是那個能量 後面還有意識 哎 思想 對 那個就是我們所強調的 信息 對 所以這個 你看這個物質的運動 它這個車子在跑 而是跑的非有秩序 它是由於信息在操作 一旦這個人的腦光 一旦睡覺了 意識 停止了 這個車子就要翻車了 要亂掉了 所以物質和能量 是在意識的整合下 它得有秩序 它得形成功能 一旦離開了信息 你從整合它 它就變成沒有秩序 它就開始砸爛了 它就變成 亂了就準備散 哎 它就無序了 對 無序 它就要開始產生了許多的動作 對立 啊 然後它就破損 就分開 所以就是說 一個相對穩定的系統 它一定是有信息在那邊整合它 保持它的有趣性 才能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性 所以我們生命也是如此 那麼你看用這個觀點 我們來檢驗 兩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 第一個我們檢驗進化論 我們看看進化到底它是 實質是什麼進化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 一個生命的個體 它的本質是什麼東西 這兩個課題 這個話題並無意思 第一個話題 就是信息與進化 那麼我現在呢 兩分鐘時間就可以把它證明 信息到底它是什麼東西在進化 我們知道現在的進化論 由達爾文的進化論來決定的 那麼達爾文的進化論呢 主要是講物競天責 講外在因素 外在壓力 對物競的它促進它變化 好 那麼這是一條線 那麼用現在用我們在信息的角度來講 就是屬性信息的觀點來看 我們來分析 你看在進化的過程一邊 我們就拿生命的進化過程 生命本身 就現在我們認識到的生命它分了四個等級 最低等的是微生物 細菌微生物 它最低等級 然後在第二個等級就是植物 第三個等級是動物 第四個等級是人力 所以在生命的這個系統裡邊 分成了這四個等級 這四個等級 它有它們的本質上的區別 因為它們的功能是截然天地相差的 那麼我們看看 為什麼它會有這種差別呢 我們從三個 我們只能 我們從根上來看 從三個方面來衡量它 那麼第一個是物質層面 第二個是能量層面 第三個是信息層面 我們從物質層面我們來看它 所有的生命有機體 比如說這四個等級 它用的材料都一模一樣 全是蛋白痕破酸 那麼也就證明 在進化的 在這個生命的進化過程中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 已經進化了35年 也說在這35億年裡邊 在物質層面沒有進化 是沒有變化 意味著什麼 保釋的高度的保守性 生命本身在這個層面很保守 不變冷定 好 它沒有變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層面 能量層面 能量的層面 能量的層面 你看我們看 所有的生命 這個等級 它所運用的能量形式 基本形式全是一模一樣 全是ATP 我們叫做三年歲經驗 只不過產生這個ATP的來源不同 植物通過光河反應產生ATP 動物和人通過氧化反應來產生ATP 也就是說他們的小電池都一模一樣 怎麼也就意味著在35億年底 進化過程裡邊 能量層面的東西沒變 全一樣 你不管是維持物好 你是植物也好 你是動物也好 用的全是ATP 好 我們得出第二個結論 在能量層面上沒有變化 沒有進化 保持了高度的保守性 好 那麼我們再看第三個層面 信息層面 如果我們沒有信息層面來衡量 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這是為什麼生命的等級在變 那麼我們看信息層面 我們就發現 在DNA信息的編碼資源裡面 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一個在量上 一個大長點兒郡 才1440條的信息 而人類的DNA 它在基因的信息量達到了三十幾萬 所以在量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那麼在 程序上因為有的這些信息它就要處理 處理一定得有程式 也就是處理器 信息處理器 我們簡單叫做程式 在這個程式上 它也有相當不同的版本 也就是說 細菌 微生物用的是 我在這裡推理 所以它用的是初級版本 到了植物用的中級版本 到了動物用的是中高級版本 到了人類用的高級版本 就好像是 Microsoft的那個 Window Window 1 Window 2 現在是Window A 它的版本是不同的 Level 那麼版本不同 它處理信息的能力就不同 得處理結論就不同 那麼這個東西的話 如同是我們現在的在意識層面也是一樣 一年級的小孩子 他所形成的意識 他就是一年級的歲數 到了中學 他形成了中學的版本 到了大學 他形成了大學的版本 所以同樣的一些語言 一些語音信息 同時一個小學生 中學生大學生給他輸入 經過他們大腦處理的 結果是不一樣的 原因是什麼 給他的輸入的信息量是一樣的 而輸出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也說他們處理 他處理的邏輯過程 它是有差別的 那麼這就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好 那麼我們現在得出一個結論 原來呀 進化呀 是在信息層面的進化 所以信化的本質 內在的因素是信息在進化 不是物質 不是能量 是信息在進化 這就找到了和達爾文相互之間的一個 統一 說進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內外因素 共同作用的結果 由於外在的環境的壓力 導致了 裏面的DNA信息 不斷的在upgrade 然後又用這個upgrade好的這個程式 它就形成了新的功能 它又受到 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 然後受到外界的壓力的變化 它又去不斷的在更改 不斷的更新 所以不斷的在充實 把它的信息量和信息程式的版本 不斷的加強 所以這就是你看我們現在在 培胎學裏邊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短短的9個月裏邊 人力重演了整個進化的歷程 從一個小小的收工來 從一個單細胞到多細胞 到培胎到脊柱 從來整個的話語過程 從演了三十五年過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所以後來為什麼這本書 它有一個結論 說生命啊 它一個個體的生命 它不是生命的開始 是生命的延續 我們的生命是從遠古以來 一路一脈相承的 從來沒有間斷過 有一段見面過的話 就不存在了 你就不存在了嗎 因為什麼 你是你父母 產生的 他是他父母 他總是有個父母 你沒有父母他就沒有他 所以人類的未來也看得很清楚 怎麼樣因應未來所面臨的這個變局 對應的方法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聽了你的演講以後 你知道這本書了不起 指出一條明路 你庸庸陸陸陸你忙什麼 生命的重心在哪裡 你怎麼樣為我們未來 你的話語很好地難讀 找一個正確的方向 你的書指著明路 其實這裡邊的話就是什麼呢 你看 我們現在就知道了 人生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在進化的內成裡 我們留下一筆 為人類的不斷地 向更有序的更高級的層面 我們留下一筆 這樣是 這就是從整個人力發生學上 我們做出的一筆 而不是我們抹掉一筆 對對對 不要弄個複數 弄個刺刺 那個難看的東西 記住 那個是不對的 對呀 那實際上是什麼 孤單不是對人類的貢獻 而且是破壞 那麼在這個從場面上來講 你是違背了人類本身進化的那個方向 違背的道路 所以我們留兩個東西 你看一個是這個 在生理上 我們留下了一個 掙著好的DNA信息 在精神上 我們留下了好的什麼 文化信息 文化信息 你看從信息 我把進化的東西 我分成了三段 就是把整個的演化過程 我們就說大自然的演化過程 或者大自然的進化過程 說的都不準確 但是用信息 用屬性信息來區分它們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 可以更 用更準確的名詞 非生命 經過了十五一年 我叫它是演化 自然界的演化過程 到了 開始有了收大分子 就開始進入到 就是由非生命進入到 生命這個 這個領域了 這個階段了 叫做進化過程 等到了人類 叫做進步過程 對 你的修詞學用得非常精準 謝謝 讓我聽你一句話 讓我想起來 黃靖靖經有一句話 說明你所研究的這個範疇 他說 傳精神 就是沒有接受幾千人的傳承 浮天氣 善用所有的資源 找出自己的路來 結論最後幾個字 通神明 就可以超越 這個物質的 能量的 信息的 局限性 你講的 就是黃靖靖經常所提到的 但是你沒有聽你這堂課的話 黃靖靖經講什麼 我們不懂 不知道他在指什麼東西 聽你這樣一講 哦原來是講的 來龍去脈 這個幾十億年的 進化的過程 演化的過程 進步的過程 所以你的資本書真了不起 所以為什麼你看 人力社會呢 在近千百年裡邊 迅猛的發展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人力有了這個文化以後 不僅有了體內的DNA 這個信息字元 而且還有了體外DNA 其實我把文化叫做 是DNA的外化 是吧 因為什麼呢 因為DNA它只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累積 一個是傳承 你看文化 它也具備這兩個特點 它可以累積它可以傳承 那麼這就變成了 體內有信息資源 體外有信息資源 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人力 信息資源不斷的累積增加 而且運用信息資源的能力 大幅提高了 正是由於信息資源的高度的利用 它們才能整合 整個自然界的物質和能量 資源更加有效 所以從信息的角度 來看 就覺得 哇 果然它內在的規律 原來是信息不斷在進化 信息不斷在發展 是人力不斷在運用信息的能力上 在進化 所以的話 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 在 用屬性信息 從這個角度 來 包括看社會 你都知道 因為你看 在社會裡面 其實來講 現在 資源 我們現在知道的三個資源 物質資源 能量的資源 信息資源 而且信息資源 它的地位和物質能量的資源 不一樣 不平等 它是決定性的地位 你不能怎麼樣提關 所以 它的地位 它是一個 決定性的地位 你比如說 他選上總統 沒選上總統 他這個人 從他的生理上 沒什麼變化的 他精神上也沒什麼變化的 變化了什麼 是社會關係發生的變化 這個社會關係發生的變化 所以它就具備更多的資源來整合物質和能量資源的能力 這種權力 所以 你說 社會本身的發展 它也是 信息資源的一個體現 你看 動物和人 那麼 有了我意識這個定義以後 我們就分清楚了 動物 它不具有意識這個層面的能力 因為為什麼要把 它把它定義呢 就是 而且定義很清楚 必須能夠 運用 抽象信息的語言 抽象信息元素 進行出 這抽象信息 它才能夠認識事物的本質 因為事物的本質全部都是抽象的 變成 對 所以 這些東西 聽著了 準備 Crossing Ending Ending OK 沒關係 時間到 所以 所以 它這些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啊 這個 是